一千 两千 三千 还是两千吧 肯死我了 小姐没事吧 我说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呀 你断着人了 你看不见 要不去医院看看 医院去不了 不是 我这还着急上班呢 我迟到会被开除的呀 不是 你这腿 我这腿啊 就算我倒霉了 你给我个两千块钱 这腿啊 以后是全了还是断了 和你都没关系了 拿了钱下了班 我就自己去医院了 这车装子 对啊 就刚才那一下 在这 不 这 这 这个地方 自己拍的吧 你让个疼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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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胖瓣碰到我身上来了 起来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 你开车撞有人 你还有理的是吧 告诉你 赔钱 不赔钱 你今天哪儿也别想去 耍无赖是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清天奉剑啥无奈这儿 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去医院 要不派出所 你自己选吧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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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 我选赔钱 要赔钱啊 对 行 来 去医院检查一下 来 来来 不能去医院 不能去医院 不是 你有伤 你得检查完 我才能给你钱 来吧 没时间 我得上班 你违时 你赔钱就完了 医院 医院 WHERE 小胖 去医院派出所 我赶紧别换去 大哥 把这人拉去派出所去 我给你做证人 不计 你谁啊 你谁啊 不是 你凭什么做证 我亲眼看见你開车撞人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撞他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两只看见他了 看见了 大哥 你别怕 这人我见过 上次把我钱扔江里去了 还抵赖收获骗他的钱 怎么着 我们这又是见面了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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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好处 原来是你呀 是我怎么了 你现在吓不着我了 换搭档了 心团伙 上次骗钱没骗成 搬招了 什么团伙不团伙的 少在这儿血口喷人啊 你现在开车撞人了 我看见了 你要么赔钱 要么去派出所 大哥 你想怎么着 让开紧见 你看见了 看见了 兄弟 我这可有证人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怎么样 不行 你太便宜他了 那你想要多少啊 这种人 你不给他这颜色看看 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公理 好词 大哥 报警 告他 报警 我报警就算了 好高啊你 他开车撞人他还打人 起码得在里面 关个十天半个月的 报警 他这报警太麻烦了 你看我 你看我 兄弟 五百 五百怎么样 你怎么又变五百了 五百你这腿 照个摄影片子都不够 我 我这个腿伤五百够了 我知道真够了 我干什么来啊 妹子 妹子 你别担心 警察来了 咱们有容证 有物证 他有什么呀 他就有嘴皮在那耍赖 我帮你打 抓号来他 戏不错 有进步啊 双号说得不赖 别停啊 打呀 我帮你打好不好 看警察来了之后 是抓我呢 还是抓你呢 120是吧 不 我打 大哥大哥大哥 不能报警 别报警别报警 你别报 你看我 我跟他说 妹子你别闹了 和气生财 不就是赔点钱的事吗 这不是钱的事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这个人呀 他爹妈从小没好好教过他 咱们来帮着教育他 你不就最爱捏软柿子吗 看我是女人 看大哥憨慌人 你就欺负人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今儿算是碰见不要命的了 要么你给钱 要么咱们派出所见 我说 楼上的快 快下来下来 下来下来 下来下来 妹子别闹了 妹子别闹了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你别报警 我再带你 你快闹了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不就完了吗 拿着 拿着 你回来 你你你别瞪我你 你给钱就完了 咱俩的事啊 你还欠我一道歉呢 玩儿去 什么 你回来 你干吗 你回来 你钱给了 你不要啊 你钱给了 拿着 哥懂规矩 嫌少啊 再加一张 这一张 帅哥今天的学费 你比哥有才啊 高 生魔硬拉就能办钱搞到手 确实高 什么意思啊 别演戏了 满云大头都走了呀 高山流水 后会有期 再见 下吗 你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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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晓晓妈 就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 嗯 晓不了晓不了 给我看看 踩 踩 提尖 真的 想吃辣椒炒的 还是萝卜炖的 辣椒 辣椒 当然是辣椒炒的了 谢谢啊 那就做事了 行 那点辣椒炒的啊 莫莉 莫莉 这是要跟妈妈回家是吧 莫莉 拿着 你先上去 妈妈一会儿上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好意思问我啊 你怎么能带我女儿 住这种地方啊 你不是说住在一个 环境特优雅的地方吗 二十四小时保安 学区房 保安呢 我这事你管不着 这会儿我管不着了 你让天晴去我们单位 闹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天晴去找你了 我江天来啊 咱能不装吗 你妹干什么去你不知道吗 你妹 我要有这样的妹 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我跟你说 你要想管我要钱 直接管我要 别恶人让她当 然后你在这儿装好人 刘展鹏 是 是让天晴找你得怎么了 我委屈 我伺候你们家老老少少 这么多年 我就带着我女儿睡在这儿 我连钢琴费 都问我娘家人借着 你好意思吗你 我就爱住这怎么了 我愿意 我女儿也愿意 你管不着 你干吗 我就得管 这是我女儿 不是你这么大人了 你要是不认字 我可以教你 这什么字 那什么字 这那拆 拆房子拆 你不知道吗 这小点事 我凭什么小点事啊 这种地方微房不能住人 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不能住人啊 你看清楚 这这么多人出着呢 你在这儿装什么高级你 你就不想让我住的是吧 你给钱啊 你给钱我立马到市中心 两百平米大房子 你给钱 给钱啊你 江天蓝你亏不亏心哪 我给茉莉的生活费 我少给过你一分吗 我晚给过你一天吗 不会吧江天蓝 你连我给孩子的生活费 你都扣了是吗 你能做得再过分点吗 许晨 我是你呢 你站住我还没说完呢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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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快下楼 跟爸爸回家去 咱 咱 咱住大房子去 你不要点我不要点我 你要什么点我 你不要点我 我就不让你在这儿住了 怎么着吧 茉莉 茉莉 下楼 你消了这话 脑子有病啊你 回家出去 行 这小军还真有保安啊 脑子有病 来 茉莉 茉莉 你从天上掉下来的 谁家进门下两天台阶啊 这是人住的地方 半年了江天蓝 你就让我闺女住在这种地方是吗 你随便出去找和妈问问 现在养个小学生一个月多少钱 你别这么找借口 钱不够你管我呀 你不能委屈我闺女 我闺女想得住你 靠靠靠靠靠靠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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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墓里放下 我跟你说 你愿意住这儿你自己住 我闺女才不住这种烂地方呢 明天咱法院见 墓里的护养钱我抢定了 回来 蜜场 你走 龙人 阿邰 老 thirsty 你疼脾气了 是靠槌 HAA 阿邰 别闹 fire 你从没啥几个电影 看我 pasadoQué 明明 别让我 莫莉 那我吓了 自由式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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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放 你给我混蛋 我们来 莫莉 莫莉 你干嘛 莫莉 你干嘛啊你 你 我不是你 你 我太慢了 我讨厌奶奶 我讨厌你们 你 你说小题做好的人啊 你非要嫁个油仔捧 你瞎了眼啊 不管你怎么这么严 刘展鹏我家定了 原来 你爸是命名好 他不是非要你们分手 他只是不希望 你那么急着结婚 结婚非结不可 我怀了刘展鹏的孩子 我老脸全让你给我丢进来 我直接打死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你 有用吗 你总能替孩子想想吧 他干出这种事来丢人 路是你走的 到时候后悔 别哭就回来 你放心 我一定挂了你线代行 滚 你把墓里放下 我跟你说 你愿意住 让你自己住 我闺女才能住 在那儿卖地方 明天才法院 这个墓里的 郭小杰我抢定了 我来 你要想管我要钱 直接管我要 别恶人让他当 让你在这儿装好 在哪儿 在哪儿 妈 你去找刘展鹏了 对啊 我去帮你讨个工的 你为什么事情不给我打招呼 怎么了 他去我住的地方找我了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儿啊 你说呢 天岚 快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刘展鹏把茉莉抢走了 喂 你好 是你要给我当保姆吗 是我 我是投了一份简历 一个小时后上班可以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带身份证 学历证 带着呢 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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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 我是刚才那个 应聘保姆的 您还没给我你们家地址呢 喂 喂 可不可谱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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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就这么到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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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寶貝 进来吧 门没锁 等什么呢 快进来 门没锁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 ex 我叫江天岚 是您打电话找保姆吗 以后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 中饭 洗衣 打扫房间 这个屋子里的活你都要干 这 这些活都没问题 可是我每天下午要去接我女儿 我能早上来吗 我早上一早来 把这些活我都能给你干了 上午我要上班 您这身体您还上班啊 我身残之不残 那每个月的月薪是一万吧 当然是 你能不能拿得到 就看你的本事了 在我家里 要月发市场 入入单位吧 不许迟到 你今天 迟到三分钟 从下次开始算 每迟到一分钟 罚款一百 入入单位 来我这里 不许去打任何电话 那我有重要电话呢 在我家 不要质疑我的话 在这里你就是空气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总容老板 不要叫我罚款 叫我 东奖 东奖 来 试一遍 东奖 上台笑 再来一遍 来 笑 东奖 办你的学位证 还有身份证拿来 你 你熟 熟 坚决性的 三十五岁 没看出来啊 还外语专业呢 现在这个学位证太不值钱了 我读书的时候全班第三 跟那些丈人家里有钱 混毕业证的不一样 所以 你只能在我这种有钱人家里 当保姆 明天开始上班了 不是今天啊 当然不是 我今天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除非你能在十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屋里里里里里里里 全部给我打扫盘起 要不然的话 只有从明天开始上班 看什么看 听明白了吗 肉河 做轮女装教师 有病被毒 把男人服务 是变态 变态 冤家鲁宅 冤家鲁宅 妈妈 你今天找到了一份 很好的工作呀 真的啊 而且这份工作 工资还特别高 那这地区特爱什么的呢 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 给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大哥哥 看他的大房子 妈妈下班就会很晚 那我就不能接你放学了 没关系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回家的 真的吗 不是啊 你跟我走 你跟我回来 好吧 那你自己放学回家 注意安全要看车知道吗 然后一到家就给妈妈打电话 算了 还是发展信吗 发展信便宜啊 还有陌生人敲我们家门怎么样 都说过很多次 给你打电话呗 好 那我们去吃大菜好不好 好 想吃什么吃什么 走 妈妈 今天那个冰糖甲鱼真好吃 等妈妈发了工资 再带你去吃 好啊 还有那个土豆炖蘑菇 谢谢 拜拜 哎呦 宝贝 爸爸 哎呦宝贝 怎么又这么晚才回家呀 哎呦 爸爸这不是得加班吗 挣钱 要不怎么给宝贝买好吃的呀 哎你你你你你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妈妈今天找到好工作了 我们刚才去吃大菜了 所以才晚回来的 嗯 去吃大餐了 哎呦 我说呢 这小豆子这么苦 正好 哎 看 爸我给你买了饮料 哎 吃啊 哎 这么多蚊子 来宝贝 拿着去 向楼喝去啊 别被蚊子叮了 哎 哎 别走啊张天兰 干嘛呀 这女儿不都说了吗 找着好工作了 那也告诉我啊 让我也羡慕羡慕啊 再好的工作 也没有比在你们老刘家 当今坐马前啊 不是你这跟我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我没好好说话呢 我说得实话呀 哎大猪啊 跟你说话也是浪费时间 你还真当我用意搭理你 嘿 这不不可理喻吗 哎 你找着工作 挣了钱 记得交房租啊 好 好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当然 我知道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我还有 说了几个时间 对 等一下 上班时间不许接打电话 否则扣你工资 这样 我带你来 对 谢谢你 但是 我必须让你来 什么事 你别动 走 别再了 你都干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我碰到没碰到 他自己就掉下去了 如果你不碰他 他能掉吗 他长脚了吗 你擦个东西都不能小心点 我明天看你再晃这个龟子 不是 谁能自己这么晃晃晃就掉下去了 你别放了 你看 推卸责任 我没推卸责任 你要说责任 你这炮贵子给自己也有责任 行 张天亮你跟我交进是吧 行行行来 我赔你 你赔得起吗 多少钱我赔不起啊 不就一破玩具吗 你一个月工资拿来 拿来啊 还要弄你别太过分了啊 我就摔赖你做么一个破玩具 你要我赔你一万块钱 你还说对了 我这些玩具是破是不值钱 你打碎哪个不好 你偏偏打碎这个 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就值这些钱 不值钱 你笑什么 你别以为你花着富婆的钱 我就会相信你敢花一万多块钱 买这么一个破玩意儿 我花哪个富婆的钱了 这窗 自己想去 钱都送到家门口了 还当人傻 看不出来呢 他愿意给 我愿意花 你管得着吗 我是管不着 别说废话了 你不是要赔吗 怎么赔 我全会赔你 一万块钱 分期付款 行 三十年分期付款 你什么 聋了吗 聋了吗 还能弄你有病啊 你想耍我三十年 随你怎么想 我就耍你三十年 合同我现在就行 不许接电话 喂 喂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我现在就过来 没钱字呢 你干吗 合同我已经帮你写好了 如果今天你不签这三十年合同 你别想走 我没时间陪你玩 我有急事啊 我这也是急事 我不签你不让我走是吗 你不是说他废话吗 我韩湘东什么人啊 我说一不二 说二不三 不三不四 十恶无恕的一个人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行我可以签 但我有个条件 说 送我去个地方 赶紧 我女儿怎么样了 脑部CT显示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孩子现在还没醒 那行 那我去看一下 别着急 孩子已经被我们转入病房了 等会儿直接去病房看吧 行 因为孩子现在还没醒 我建议呢 还是留眼观察一晚再说吧 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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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开门啊 你等着 叫我做你三十年的保护 行 你快开门啊 没事了 我们先回去吧 小语啊 别害怕 长毛叔叔 那这妹妹行吗 帮我说声对不起 那懂事 放心 我一定带到 是个爷们 来 给我五十 六两棚 莫莉怎么了 出什么事儿了 莫莉妈妈 对不起啊 是我儿子打球的时候 不小心砸到了莫莉 你怎么看孩子的 莫莉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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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蓝 真是 没事 没事 你先走吧 先回去啊 小语 跟叔叔说再见 叔叔再见 拜拜 拜拜 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我 tamp Hahaha withstand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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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出来了 他有说没事 没伤到脑子里面 你 他百年不带孩子出去一次 出去一次就出事 我也没想到成这样 你傻 孩子你看不住啊 打球嘛 没想到那球弹起来 你自己出去找一个砖头 你对着你自己脑袋试试 那板砖跟球能一样吧 板砖是硬的 这球是软的 我错了 我罪该万死 我就不该活着 这孩子还没醒呢 你别在这吵了 刚才那女的呢 什么女的 就刚才那女的呀 你不是说她儿子 把茉莉给砸伤的吗 走了 你让她走的 茉莉还没醒呢 我是让她走的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吗 不是故意的就行了 我女儿躺在床上 她儿子活蹦乱跳 跟没事的人一样 那你想怎么样 让人儿子也躺到这儿 陪着茉莉 你就高兴了 我不管 你把人给我找回来 差不多得了 不讲理 我让你给你女儿 讨个公道 我不讲理啊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是不是男人 你不知道啊 不许想那么多 不许管 小心 快点睡 睡一觉 一会儿睡醒了头 就不疼了啊 不许胡思乱想 等你睡醒了 一会儿爸爸就来看你了 我不要见他 你不要让他来 我一看见他就睡气 我不想见他 你不要让他来 不让他进门儿 不让他进门儿 闭上眼睛 妈妈在这儿啊 什么都不怕 闭上眼睛 你不怕 马医生 你越来越胖 你倒是越来越苗条咯 是被网球击中的 是的 孩子夫妻说 孩子是被网球击中 倒下的 也有可能是惊吓过度 小孩嘛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那你有没有说过 是头部先着地的 我也担心这个 所以我让他 留院观察一下 就怕是 如内小范围数学 和脑笑细鼓 不会吧 夏董 你别吓唬我 那女的跟你什么关系 都是我的错 跟别人没关系 还没怎么样就护上了吗 怎么以前你妈欺负我的时候 你都没有护我 护得这么快呢 向天兰 就是论事啊 这尘骨子烂芝麻 别提了 再说了啊 我把女儿搁家 你说我不管 我带她出来玩 出了点意外 你就不依不饶的 你说意外懂吗 意料之外的事 那是因为你意料之中 根本就没有顾忌到 茉莉的感受 算了有点胖子 以后你不用再带女儿出去玩了 那不行 我该的还得带 而且我还得带的跟 跟什么 跟你未来儿子一块玩一块长大 江江兰 你会说话吗 什么就未来儿子 未来儿子 未来儿子的 有这种说话的吗 茉莉根本就不会 什么不 没没没 没事 江江兰 我告诉你 你要再 干吗呀 揍你 你谁呀你 你管我谁 我看你不顺眼神 你神经病 我就神经病怎么了 你干吗呀你 干吗你 干吗你 你别怕 这是医院 你也知道这是医院 病房里如果是你女儿吧 差点就脑震荡了 你们还好意思 这人吵架了 震荡 你不是说没事吗 刘展鹏 医生是跟我说没事的呀 那 那 你干吗去 我看我女儿 你心里要有女儿 你就别再刺激她 不是 你是 不是 这什么医院呢这是 是 怎么了 跟老大说 让我在这儿等她 她什么用说的 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呀 你忘了吗 你昨天才认识她的 你跟她有那么熟吗 缘分嘛 这是谁教你的 董老大呀 你现在刚出院需要休息 妈妈先送你回家 一会儿妈妈还要上班 我看 可她说她家有全套的洗洋 也要回家了 我可以边看边休息 不耽误的 茉莉 董老大 上车 茉莉 妈妈同意你上车了吗 你怎么还不让茉莉上车了 怎么着 这么大热天 想走着回去啊 想走着回去啊 上车 这个 那个 副院 那个 瞒问一下 这车是多大孩子骑的 这是八到十二岁的 这是八到十二岁的是吧 对对对 八到十二岁 那我这小了是吧 对对对 太小了这个 我女儿八岁 我看看这个 那个 那个是八到十二岁 这款车不错 有避震功能 安全性能特别好 特别适合女孩子 对 现在小孩骑车不就得 注重安全的 可不是嘛 行 不错不错 就来这台吧 不好意思啊 这款啊暂时缺货 最快也得明天才能到货呢 明天才能到货呀 不好意思啊 我这急着要啊 不行 这台要没什么毛病 我 我就这台养车吧 那可不行 这款是我们这儿卖得最好的 我还得留着它当样品啊 要不这么着 您明儿再来一趟 保证给您留一台 对 你明天不就来货了吗 你就卖我这台得了吗 我们就这一个样品啊 麻烦您明儿再来一趟吧 你明天肯定能来货吧 肯定有货 行 那你一定给我留一台 放心 没问题 我给我女儿的 好的 行行 就这颜色 那么咱们去那边办一下手续去 行 交点押金是吧 麻烦你啊 走 我走 快点押金是吧 快点押金是吧 快点押金 赶快点押金 还会有什么事 快点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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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被带了 干啥 你这儿怎么了 你吃错药还是忘了吃药啊 怎么了 你说呢 弄那么多吃的在桌上 再穿成这样 犯病 你才犯病呢 我愿意 你管着吗 饭做好了吗 你想饿死我 谁跟你是你们呀 我告诉你 等我饭一做完 我就带茉莉回家 你看 姜天兰三个大字 可是你亲笔签的 三十年合同呢 我今儿就让茉莉在这儿吃饭了 为了保险起见 这份合同从明天开始 我会永久地保存在我的保险箱 你就别惦记了 喜羊羊美羊羊回家 我还回家 还有可怕 我发现了 你不能感到的 人类和爱情 你一直在带着 尸体 太大大 尸体 莫尔滚 赶尖 箱子 散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莉 来 吃点鸡蛋 你刚出院啊 一定要补充蛋白质的啊 还有这个鱼 我跟你讲 这个鱼啊 非常的好吃 而且没有刺哦 青菜也要多吃点 多吃青菜才能补充维生素 谢谢多老大 不客气 你是不是很奇怪 我跟莫莉为什么这么好啊 我告诉你 这是天意 也是不清楚的 妹 你怎么不吃呀 妈妈不饿 快吃饭 别说话 吃个饭还不让人说话呢 那多没劲 莫莉 别听你妈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有没有点家教啊 从小有没有人教过你 食不言请不语啊 你怎么知道没人教过我 那你还说那么多 我给你 吃饱了 我得吃饱了啊 那行 你要是吃饱的话 你就去玩 想玩什么玩什么 你凭什么说我没家教啊 还当着莫莉那样 你太过分了 你行不行啊你 别动 完好无损 没人碰过她 要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 莫莉 你也喜欢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东老大传说中的 高达X3 打住 你不用跟她解释 她也没兴趣听 吃饱饭了吗 妈妈送我回家 江天来你怎么那么霸道啊 莫莉叔不感兴趣了吗 莫莉叔想回家了吗 小朋友想玩个玩具你也管 行不行啊 莫莉 来 拿着 莫莉 你这一柜子破玩意儿啊 坏了哪个我都赔不起 我让你赔了吗 莫莉想玩她就可以玩 多事 莫莉 来 没事拿着 老大我还是回家吧 我也累了 这就叫做家教 懂吗 去 拿东西去 喂 朱老师 莫莉妈妈 今天莫莉怎么没来上钢琴课呀 莫莉没来上课 莫莉 怎么回来这儿 老师说莫莉根本就没进过刑房啊 孩子去哪儿了 不可能啊 我今天是给送到这儿的呀 你就送到这儿 你不知道给他送到教室去 你赶他投胎去你 这统工没有一百米 我在停车在送去多麻烦 你知不知道有何海君在这儿一百米之间 就被拐跑了 行了 你别危险耸听 赶紧找孩子要进 你干吗呀 报警啊 干吗 咱自己先找 找不着再报警 那你还愣着干吗 找去 那一段 PayPal 我发现了 王也计划 你还想找到 我发现了 那儿 我发现了 就是要通过 你干吗 我发现了 那儿 我 我 我忘了 没事吧 没事了 好嘞 好嘞 再说 你忘了 再说 他说了 我本来给你 我可以想她 听你的音乐 切我 你闭得了 你闭得了 还莫莉的时候 大夫说这孩子发育指标记 坚持怀孕会有危险 可为了让你妈早点抱个孙女 我拼了命地把这孩子抱住 沈莫莉的时候我难产 大叔血擦点死在手术台上 可那时候你在哪儿 在外地出差 陪客户吃饭喝酒 莫莉生下来体质就不好 缺盖 整一宿哭到着睡不着 非得让我抱着她睡 我就没日没夜地抱着哄着她 就说抱着抱着 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你呢 要不就喝醉了回来 要不就嫌我们女俩吵着你睡觉了 我今晚都不惹我 会不惹我 我以为我愿意老这么出去喝去 是啊 你生莫莉大出血我 我也心疼 我也出血了 我几次喝的喂出血猪烟 我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能多挣点钱 为这家好吗 不是为这家 是为你妈 就因为茉莉不是个男孩 不能像你妈说的那样 给你们家传宗接代 你就这么不带着她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非让你给我们家传宗接代了 哪句话说 我说过 你心里就这么想的 要不然你干吗 不让我告诉你妈 我身外茉莉难尝 我就不能再怀疑 这让我一瞒就瞒了八年 这八年我怎么过的 你知道吗 刘迺芒 你就不是个男人 所以你怎么说吧 小姐们 我跟你说 我要真想跟你离婚 我八年前就跟你离了 还要等到现在 我那时踏踏实实 我找一年轻的 估计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 好啊 刘连鹏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天天盼着 我跟你提离婚吧 现在好了 茉莉丢了 你什么负担都没有了 怎么我就没负担啊 那也是我女儿 我跟你说 我对她的爱不比你少 真也说瞎话 你不怕被雷批啊 我为了茉莉 我可以工作都不要 再用你一点时间 你把她送到秦房 她就不会丢了 你有完没完 跟你没完 我跟你说了丢不了 茉莉要真丢了我 这辈子我都不原谅你 真丢了我都原谅 不原谅我自己 你原谅你什么呀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孩子丢了 连报警都不让报 你没够二十四小时 你报警 没够什么二十四小时啊 你别干嘛不管 茉莉 你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 到处找你啊 你别以为不说话就行了 我跟你妈到处找 就差报警了 你刚去哪儿了 我就在这里的图书馆看书 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说呀 你妈问你话呢 又是因为打架的事啊 打架 宝贝 谁打你了 伤着没有 你跟爸爸说 谁打你了 快说 你 装什么大好人 打架不是因为你啊 怎么打架就因为我了 你自己做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做什么了 小孩打架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妈妈 你们别吵架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 不是 你等等 你干吗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怎么就因为我打架了 要不是因为 你昨天没来接茉莉 茉莉就不会 被她的同学笑话 她没有爸爸 她就不会跟别人打架 就你这种疤 有还真不如没有 你再不会 Brian 这孩子 Cant Bas 好几千替数字 很难飲 不怪的 他也只是说 有可能 你忙好姐想想 不是这是咱们更生气的男孩吗 那个谁定要这么说的 当然不能指水 管ij nå hearing about 意思就是 他是在我 便携甜的 便携甜 咱们补写 我们熬澡中 人家还能读了 他跟你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看那个皮子 那个小眼睛 你说这个地钞也太不靠谱了 做来做去说是个孙子孙子 结果一生出来变成一个孙女呢 孙女也好也可以 但是我准备的孩子的衣服到十岁 都是男孩的 所以啊您俩就生个男孩 听见没 不着急啊 我跟天然都年轻 有的是机会 是是是是 孙女也好 但是还是要给我生个孙子啊 你给我站好 刚才爸爸在 我不跟你计较 现在你跟我说清楚 怎么回事 妈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能不生气吗 今天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我不喜欢接钢琴了 我以后都不想上钢琴课 莫莉 当初是不是你说 你自己喜欢钢琴 妈妈才让你上的 上了还不到一年多 你不想上了 学习还有没有恒心 我不管 反正我以后都不想学了 你跟谁学这么教 可以这么跟妈妈说话吗 你知不知道 学这个钢琴有多难 那么多报名的小朋友 一个季度开一次班 一个半才教十个学生 你说你想学 妈妈去求这个告那个 终于上了少年功了 你说你不想学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过来 你不是一直都是一个 很听话的孩子吗 上课认真听课 放学早早回家 妈妈一直都以茉莉为骄傲 可你现在怎么学会骗妈妈 还学会逃课 妈妈每天那么辛苦地 出去找工作为了谁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妈妈 我就是不想让你 这么辛苦地赚钱 还要拿钱出来 给我钱搞钱 我知道你工作累 我也知道你们有很多钱 你要照顾我 还要工作 太不容易了 你看你今天要交钢琴课的学费 好贵啊 你看你今天要交钢琴课的学费 你以前是我不懂事 妈妈妈那么累 其实今天早晨 我可妈妈用钱来着 但是呢 她问我 要钱干什么 我又不敢告诉她 是你们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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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对不起 妈妈错怪莫莉了 莫莉长大了 莫莉会体验妈妈了 可是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爸爸和妈妈的事 是大人的事 不要想那么多 妈妈会给你准备好钱的 知道吗 妈妈会不哭啊 大义妈妈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妈妈 妈妈不光想当你的依靠 也想当你的好朋友啊 莫莉啊 就在学校马可等着 东老大开车去接你 乖 拜拜 你倒什么乱呀 既然你不让莫莉回家 我把她接过来有什么不好啊 我可是当着你面打的电话啊 不算拐弹 停 一下把我带莫莉回家 不在你们家吃晚饭 那我就带莫莉吃完饭再回来 弄自瓦特了吧 就那个 那个 那个 莫莉等着 秋秋 说你呢 从今天开始 你 还有你 还有你们 都归我的莫莉老大馆 你们要乖乖地听话 听后莫莉老大的指示 听明白了吗 家员aremos 请明白了 你自己就是 听话 说题吧 你看你 走 走 来 孟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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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孟爷 来了来了 妈妈 你看 哥老大跟我的新衣服 好看吗 还要太低血了 拿起来的那只 还要大呢 这是干什么呀 就是我买的 你放心 我不扣你钱 我不是跟你说钱的事 你买这些干什么 我不愿意 茉莉 把衣服给我换下来 换不了了 衣服呢 我扔了 莫莉 去洗个手 车放那儿 自己去 对 你凭什么把衣服扔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有新的为什么还要旧的 那是茉莉的校服啊 行了 看你把你挤的 不就是校服嘛 在这儿呢 裙子呢 韩向东 我跟你的合约里有这条吗 你可以随便干涉我的私事 可以随便跟我女儿 买这些东西呢吗 你那点破事 你就是给我钱 我都不会管你的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给谁买就给谁买 你管不着 我女儿吃什么穿什么 我就一定得管 别的我管不了啊 茉莉身上那件 就算我买的多少钱 一千二 下有月工资扣 给女儿买东西真舍得呀 一千二说买就买了呀 韩向东 我警告你 你离我女儿远点 她想要什么 我这个当妈的给她买 你给她买 就你那钱包里 你别说一千二了 连两百块钱都没有吧 你自己没钱给女儿买衣服 我给茉莉买怎么了 你收下不就完了吗 让茉莉高兴高兴怎么了 我是没钱 我没钱给她买一千二的衣服 但就算我给她买二十块钱的衣服 她穿得高兴我也高兴 又不着你在这施舍 什么叫施舍 我对茉莉好像是我愿意 我不愿意 你自己当妈的没本事 就不允许别人对她好了 我就不允许了怎么了 你自己愿意吃咸菜 就非得拉着茉莉跟你一起吃苦吗 这是我女儿 她也是吃苦就管不着 别把茉莉放在嘴边上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是茉莉重要 还是你自尊心动脑 都重要 妈妈 你们别吵了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 我高兴了 你买你了 妈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许要陌生人的东西 你妈妈是说过 那你还让她给你买东西啊 可是东老大不是陌生人呀 那也不许要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人家给你东西你就要啊 那还要劳动干什么 要工作干什么 妈妈这么辛苦干活为什么 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其实今天我也不想要的 我都跟东老大说了我不要 就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我跟东老大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东老大说她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茉莉生病了 有妈妈可以照顾 可是她生病了 都没有人陪伴 所以我们约定 现在她对我好 等我长大挣钱了 也对她好 妈妈 你不要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训练艺术 还有没有带弟兄 他那么大 家里都没地方放了 是不要生气了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也不肯定是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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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搞不懂这个女人 自己没钱给茉莉买衣服 我给茉莉买怎么了 她收下不就完了吗 真是死要面子祸受罪 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茉莉一样都没拿走 现在茉莉肯定很不开心 大熊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这 茉莉想吃啥跟小霸说 小霸给你买啊 茉莉 怎么了 语哥啊 男人用拳头解决问题 我刚刚你不认识他在中手吗 我那还不是因为你吗 平时我是特别紫图的你 我只 pay me 你 belonged to me 莫莉 莫莉 真棒 真给小霸长脸了啊 走 霸给你庆出去 去 展鹏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展鹏 你要不要去看看 等我一下 不用了 我带小语回去了 你回去看看吧 一定等我 莫莉 爸爸送一会儿 你下车 莫莉 家爸爸熟了 滚 爸爸 你配吗 我跟我女儿说话 管你屁事 她是你女儿 现在全校都知道 我是莫莉的爸爸 你算哪根葱啊 呸 你有什么资格 让莫莉管你叫爸 就凭我给莫莉开家长会 而你一次没有开过 你们上车 你给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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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 今天我替你 给你女儿开家长会儿 就凭这一点 你觉得你有资格 给他当爸爸吗 哥们儿 今天我替你 给你女儿开家长会儿 就凭这一点 你觉得你有资格 给他当爸爸吗 还thm太纹 你想要知道 förs ung吗 可以说一个 有资格 你如果想改嫁 随你卿 你爱嫁给谁嫁给谁 但我告诉你 茉莉这辈子只能姓刘 你又在这儿出什么疯呢 我改什么嫁呀 你如果敢做初一 我就敢做失误 你要是让茉莉管 第二个人叫爹 我就是称家乱财 也把茉莉的服软权 要回来 你又带来跟我办成 喂 我去请我 茉莉 茉莉 小妈跟你说 接着会开完啦 不用假装我爸爸了 谁假装的呀 我觉得这事还挺上瘾的 我决定了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小爸爸 以后要是谁欺负你了 你就跟我说 我绝对收拾他 包括你妈在那里 在哪儿 超市啊 茉莉我已经顺道接回来了 怎么办 我不能接啊 少废话 赶紧买完东西回来啊 想饿死我脸 就这样 家长会的事比高于我妈 停车场的事 也不能告诉你妈 你們别准备一模 但是你这副表情 就算咱俩不说 你妈也能看得出来呀 笑一笑 笑得大一点 走走走 下去了 走走 怎么办 piero piero hay 不 reaction away 走走走 又有又有 笑 走 走啊 走啊 走 往右啊 往右啊 往左 小爸你好笨啊 坐坐坐 坐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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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 你 莫莉 你谁做业没 要在哪玩游戏 妈妈 我现在没空啊 等会儿再想 你来上去干吗呢 赶紧做饭去 想饿死我们啊 坐坐坐 我走 你让你猜 你让人家别挡着 走 走 小爸 小爸往左往左往右啊 小爸你好笨 刘莫莉 你刚叫他什么 小爸